虾放入蝦 鱼切身 加入粉丝 放入底部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椰菜粉丝煲 放入肉丝和虾米 吃起来又鲜又惹味 香料有姜葱蒜 放入红椒 增加颜色和香气 这种椒基本是不辣的 但它有辣椒的香味 它是有抗衰老的 一时吃点一时吃点都蛮好的 先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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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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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我喜欢切丝 可以适当地搭一搭,我们再切丝 切幼一点的丝 我的肥肉先放开 放一些盐 放一点点糖 胡椒粉 半汤匙的蚝油 生粉 一瓶的清水 先炸一下 少许油 再炸一下 炸到黏黏稠稠的水不见了 虾米有沙线在里面 它是清不干净的 因为这些不是人工去搅的 这些是机搅壳的 所以它是虾线在里面 全部剥开之后才冲 那就快了 就不要说一只一只 一只一只要有时间 非常之邋遢 整条虾腸在里面 这些食物入嘴 你怎么办 清一下 清干净的虾鲜 浸回它 水都已经干净了 葱 葱呢 葱白和葱葱 葱葱和葱葱葱葱并分开 用刀背把它切掉就行 好反一下刀鋒 打滑打死鱽一下 好可可 薑 喜欢刮皮 不喜欢刮皮 切成像蒜 切丝 切成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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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的浪 切成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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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细 切成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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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这些固硬的也很容易熟 轻轻清洗一下 这些菜无论浸不浸也好 也要多洗两次 盐 炸均匀 浸5分钟浸足时间清洗一下 再漂一漂 洗3次就可以了 搞定 在煮之前调汁 3分1次的盐 3分2次的糖 鸡粉 5香粉 生抽 2汤匙 老抽 半汤匙 清水 水大概是小半碗 有些汤汁才好 我们看看粉丝 那些粉丝就没那么长 把它剪一剪断 剪一下就可以了 加水 放入鸡 烧热的锅 锅热放入 肥肉 要少许油脂 让它更香 冷火之后 你觉得它够热 调小火 爆油脂 慢火爆 先放入煮 remote 火锅烧热 不再放水 一点点 火不要调大, 先把烧热拌下去 先散一下 因为火一大就热旧了 先把它弄散 好, 调大火 快撒开 马上熟弄散 将葱、葱、葱放入去 切剥 把蝦放入去 把虾放入去 把菜放进去 慢慢炒匀 把塑料清洗 用粉丝加入 炒匀 轻轻炒均匀 加入调味汁 粉丝很熟悉 冲着放入 换小火 换生锅 放入底部 转到芽煮 煮一会儿 有芽煮的香气 吃到不冬 冬天最好 吃粉丝 超棒 试试 味道很适合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 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你试试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顺便点个赞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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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